再来关注财经专家丁雪文 今天要外加大家导读的是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主题是展开太空旅行的 四位平民太空人 这四个人当中 有的是亿万富翁 有的是知识人士 他们上太空的目的是什么呢 来看丁雪文的解读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时代杂志最新的一篇封面故事 大家有看到它的封面设计 有四个太空人 而这四个太空人 事实上是全世界第一次 四个平民太空人 他们准备花三天的时间 在太空旅行 可是这是人类非常重大的一步 可能会影响 整个未来太空旅游的发展 而这四个人 其实排在第一个 代表的是领导 他事实上是非常有名的 美国一个创业家 创业了一个支付的公司 他叫Jerall Isaacman 这个人才38岁 可是因为他创业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自己就捐了一亿美金 给一个所谓的儿童残疾医院 叫St. Judy 捐了一亿美元之后 又募了两亿美元 他利用在今年二月宣布 他在今年九月 最晚九月 要发起一个 所谓四个平民的 一个太空旅行 而第二个太空人 是一个女孩子 她的名字叫Harley Oxen Harley Oxen本身 其实在十岁就被诊断 拥有骨癌 所以她其实是有抑制的 所以她会成为人类 第一个带抑制上太空的 一个女孩子 她代表的是希望 另外两个 一个是Chris 一个是Sean 代表的是慷慨跟繁荣 总而言之 这一次所谓这个亿万富翁 他希望表达给全人类的是 他代表平凡的人类 也终于可以上太空 而事实上这整个的发展 他们现在正在受训 如果这一次能够顺利成功 不要发生太多的负面影响的话 可能代表人类 真的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也代表其实领导 繁荣 希望跟慷慨 是我们人类未来 应该追求的最大的四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封面故事 还是挺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